好了 來到一個用科學角度去講不科學競旅的東西 是不喜歡可以不聽的 重點是不知道怎樣用這些東西來講這些東西 我們先講第一件事 就是那個胸究竟可不可以 很具體性一點 那個乳房可不可以去做到一個攻擊武器呢 或者好像一個電鑽一樣會突然會扭動呢 這個就不用問了 應該有正常常識的人都知道是不行的 我們純粹簡單地講一下為什麼 因為你的胸基本上乳房的整體部分 都是脂肪或者是有些羨體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可以收縮的肌肉組織的 所以呢 除了分泌那些 基本上你在勁裡看到所有的招式 如果有些人有隻手壓著 沒有隻手壓著那些主動被動的動作 其實全部都是靠那個人本身的胸肌去做的 那空肌主要就是那些Pertoros Major 那些什麼空大肌 空大肌 中文叫 還有空小肌 其實是要維持肩甲骨的位置 就是要維持肩甲骨的位置 都是幾組肌肉啦 其實都是一些連維持上臂的肌肉來的 不過 大家也知道有時候 那你拉起手就會扯到一個胸 那這個我想都是常識來的 那你男女老友自己都會試到 那但是他那個賞金女王那些會發電那些 那怎麼辦呢 發電就算啦 發電這些東西大家都知道 那些電慢就可以做的 他超級高度摩擦 他發電機來的 那他還要做的 那他肯定一個空是正的一個空是負面的發電 那正電拍拍負電拍拍這樣 我怎麼知道 所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還有大家會理解到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經常用回你的肌肉的角度去想 我不管你發電 你嘗試去計算你要怎樣去做到 你有一個電壓出來 我先好假設我當你正常 你當你心跳那樣 如果大概超過200下 200多下 其實我們已經叫做 就是心防戰動 Fibrillation 選擇這個什麼 跳得太快就是不動 就是死了 那當然說了一句 那還有一件事 很搞笑的 人呢 如果有這麼大的電力過到 他真的會有Disredimir的 即是心律不正 就是心律不正 Disredimir的 那你可以看看 大家也知道 如果大家讀過CPR的東西 大家也知道 如果有一個叫做去戰器 Defibrillator Defibrillator大家都知道是怎樣黏的 那黏完之後 其實大家也有說過 如果這麼大的電流要在心裡 其實也要一定的電流 而且上面是不可以有水的 大家也聽見 在沙灘救了一個人上來的時候 大家要怎樣 如果有Defibrillator的東西 那第一件事是先擦乾淨的 因為如果不擦乾淨 就算黏那兩塊東西 那些電都會在水上 因為電是會找一些最少resistant的東西去經過的 而不是經過肌肉液 而是經過一整大水 然後就在那裡走的 那是沒有用的 但他們在水上面打 對 哈哈哈哈 我們最後 那個胸部差不多講完了 這個位置 最後還給我們一張 所以我們講的那些可能都是普通圖 大家看我可能不太相信 那我們現在用這個 是一個胸部的 就是乳房 切片 切片 用了H&E Sting 你看到一些洞洞的位置 洞洞的位置就是脂肪 所以你發覺其實很多位置都是脂肪 而你中間看到那些是一些乳腺 簡簡單說的全部都不會做contract收縮 基本上你怎麼聯想到一個胸部可以拿來打人 就是和聯想到一個拜拜肉去打人 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 對 還有肌肉是怎樣移動 其實肌肉的收縮大家都知道簡單 就是肌肉組織一堆 抽一堆 contract了之後才會這樣 還有最後也要說一件事 肌肉的震動 有時候肌肉可以走幾百次 在勁女裏面 突然好像百裂腿一樣 殘影 其實如果你要肌肉供出最大的power 其實大家都知道power是什麼 forcing velocity 其實肌肉最強的power是什麼 是三分之一的velocity 就出現了最高的power 如果出現殘影 基本上那個forcing是零 那些叫什麼虛幻 那些叫影 就不是力 其實打下去也不見 那些是替身攻擊 即是F91 什麼都看不到 純粹是飛過的 基本上是不會有力 好 那我們去下一段了 講完我的胸 那胸胸不知怎會講到那麼久 我也不太明白 那我們接著就用快一點的速度去講 那個臀 那臀是合理很多的 那些什麼金剛蝦那些 是真的做到的 因為那個臀部 其實你叫臀部 看上去好像很多肌肉 其實就不是的 也有很多肌肉 而且人最大力的肌肉 基本上都是一些腳 所以那個位置 其實真的可以 你是有不同的深層肌肉的鍛鍊 某程度上是真的可以的 是啊 大家可以 例如sit up 那些都可以幫到手 那些什麼深蹲 那些 類似的 勁女入面 有些是靠力 有些是靠吸收 有些是靠柔軟度 有些人就可能會 寧願那些關節會柔軟一點 可能會做一些伸展動作 那些會幫到一些 那如果我們看一看圖 你都會發覺 其實他跟雞腿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有很多層不同的肉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 其實那個團的確是可以 很有力量去作為一個攻防的 那所以如果下次你拍拼女 如果不計個胸就是計個團 我覺得人真的可以打的 當然啦 自我暗示那些東西 是不包下去的 或者光合作用 吸住 肌肉是沒有光合作用的 這類東西是不會有的 那先說一下 再說到最後一件事 就是真空滅救 那個招式 其實主要來說是靠那個什麼 靠那個叫團帶機的東西 或者一個叫古具機 主要來說是跑、爬 其實伸直的寬關節 其實他跑那幾下 其實這個肌肉對於他來說 是很大的幫助 當然 是否可以彈到那麼大 你整條龍走出來 當然沒有 這個是動畫的誇張效果 不是啦 其實那個肌肉應該產生的力量 可能會 如果以動畫來計 那個肌肉應該會產生的力量高一點 我覺得 動畫一定很誇張的 那我們去最後一個最奇怪的東西 之後 之後這段 就純粹是針對著漫畫的某一個情節的某一個頁面 那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最終冲戰之前 那個是勝出 就是那個最強的重團 被這個日下打敗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大家 他沒有說明的 但是imply的情況是什麼 就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那個做法 一向就是 攻擊別人的脆弱的位置 導致對手投降 那所以呢 他imply 來那個位置 就是擊中到他不知道 某一個位置 但是 有些人就提出到了 會不會到 他可以擊中到一個支點 所謂的傳說中的支點 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看外部的任何的性器官部分 會有類似的triggering effect 可以令那個人 所謂的麻煩的說法 叫聲天鳥 應該比較難的 如果你計算那部分 就是傳說中的支點才可以做到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如果你從一個很科學的角度去說 這件事究竟存不存在呢 是曾經有人做過的 截至至今的大概200年 所有的科學文獻 真的有人做過200年的 1980年去到2013年 三年之中呢 是有不同類型的東西 有提出過的 超過300篇的文章有提出過的 那但是問題來講呢 去到50年代呢 大家都覺得這件事是 應該有的 但又好像是沒有的 那是不太知道它在哪裡的 那大概四五十年前呢 甚至有些人覺得 這件事應該就不存在的 都是一些口耳相傳 大家覺得有些這樣的東西 看得太多YY小小小小了 那但是去到後期了 你去到大概十年前呢 那英國那邊 譬如說 BBC都有拍過一些documentary 有些相關的學者出來 也有說過 大概 會是你那個女性的陰道 陰道口 對入的大概四五CM的 上方位置 有些比較巢的地方 那個對應的位置就是了 那但是一個很具體的情況呢 就沒有人曾經去做過一個很實在的檢測的 直至到去到2014年 那是有一個新的研究做出來就是什麼呢 它直接透過解剖不同年紀的女性的屍體呢 那它找得出來的 那它發現的確是有這個 這樣的 所謂的支點這個位置 那也是符合我剛才的說法的 那它當時找到大概平均的距離呢 就是陰道口對入的 大概4.5CM左右的 那它會有一些提子狀的東西呢 是有高度密度神經的tangle 神經的位置 在那裡的 那也透過剛才我們提過 有這些H&E Sting 那它看回就是 它那個位置的確有大量的神經 那所以也的確做到所謂的 那個叫所謂的升天鳥 某程度上做到 那但是問題來了 那那隻不是手指來的嘛 就不曉得對到4.5CM的嘛 除非你裝了一個adapter在那裡而已 那所以那個位置也是 不合理的 好了 這些那麼瘋的終於說完了 好了 完了